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7月31日主日 在科拉科夫慈悲园地 主持第31届世清节闭幕弥撒 超过150万的世界青年 热切地参礼 教宗指出 耶稣总是向青年们喝彩 不嫌弃他们的软弱 在他们每次跌倒后 都服气他们 青年们与耶稣在一起 就能改变世界 举行弥撒的大祭坛 以慈悲耶稣的画像为背景 两旁是本届世清节的主宝 圣肉望保禄二世 和圣女傅天娜的头像 青年们兴高采烈 欢庆世清节的气氛 也深深地感染了 在场的书籍和主教们 波兰总统杜达 更是加入到青年和会世修女们 宰歌宰舞的行列 教宗的弥撒讲道 专注于福音中 税吏长扎凯 与耶稣的相遇 从扎凯的三个障碍谈起 首先 扎凯的个头矮小 看不到从他眼前经过的耶稣 教宗说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障碍 觉得自己不能胜任 过度低估自己 为克服这个障碍 我们必须切实感到 自己是天主钟爱的子女 否则我们就不会快活 从而排挙天主注视我们的目光 天主爱我们 他爱的就是我们这个样子 任何罪恶 缺失或过错 都不会使他改变主意 福音告诉我们 在耶稣眼里 没有一个是低爱和疏远的人 教宗方济各 7月31日一早 从克拉科夫总主教府 乘车前往慈悲原地 降福两间明爱会服务中心 一间是年长者日间照护之家 名为慈悲原地 另一间是穷人接待中心 名为慈悲之良 中毒中文词 中毒造型 精炪 中毒 变化 虫 中毒